喔喔喔 超燙 我真的不會滾 我們好日喔 好熱喔 媽媽的褲子都在 早餐 壽司狼 看一下他那褲子有沒有撕掉 啊 你的頻道可以播這個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哈囉歡迎來到PY日常 我是PY 今天是我們來日本第二天 然後我們綜合就是 假日跟平日的關係 還有天氣的關係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去京都一日遊 今天超早起來五點半了 就準備出門了 天氣 還要吃 變成熟我 先好 天氣 水 雞皮 看著 雞皮 一切 雞皮 螁脹 雞皮 空腹 這是什麼東西呢 是飯店嗎 哇 好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它連巴士站都是這種古屋造型 好奇怪的烏鴉喔 我說好奇怪的烏鴉 你看我把你心裡話講出來 我說好奇怪 你好可怕喔 我們來買星巴克 好啊 而且日本人真的很汗 今天他們在電車上面在走路啊 然後在店裡面全部都很小聲 這裡也有喜努比聯名的卡 好可愛喔 然後我今天來買日本星巴克才有的 阿米瓜冰箱 哭過就好了 幹嘛啊 我沒有 我不會哭啦 我真的不會哭欸 阿米瓜肉 很哈很哈 很哈 很哈 一杯一百五 這個 這個 這個肉 因為是規則 所以他們一定要重新製作 那OKOK那就拿回去嘛 我們剛才喝到一半的時候 它突然衝出來 然後跟我們講說這個 他們做錯了 我們都已經在外面拍那麼久了 來了來了 看看有什麼差 外型是沒有差 但喝起來不知道有什麼差 它重做的結論就是 果肉比較多 對吧 上面變差沒什麼改變 我們要搭公車 然後西瓜卡可以在手機用 而且重點是你不用按出來 直接B就可以 我們到了 這個是什麼地方 金閣寺 哇這裡很漂亮 而且今天天氣超級好的 好讚啊 古色古香 好酷喔 門票一個人是五百塊 小學生是三百塊 還是有可以充當小學生嗎 金閣寺呢 就是這個 金色的這個 對 好多人喔 這裡超多人 OMG 如果像這種 建築物比較後面 然後比較遠 然後人拍起來會很大的話 建議大家就是 開兩倍近 或是三倍近 然後站遠一點 後面的物體就會被壓縮 就會放大 變小技巧 它這個步道其實蠻長的 對 我們很想來排大坑九號步道 哈哈 然後沿路都是這些草 會有一些石像之類的 喔還有賣一些小商品 還有御守 都可以來這邊求 哇這裡好日式喔 可以敲這個繩子 咚咚咚咚 結束金閣寺的行程了 我覺得蠻漂亮的 但是它走完全程 大概三四十分鐘 然後主要就只有一個 金色的那個 建築物 後面都是步道 但是走起來蠻舒服 尤其是現在天氣 但如果比較熱一點的話 可能就會 覺得很像在怕山 我們到我們要吃的 午餐呢 它叫馬路一帶 吃這個噴火拉麵 裡面很像那種 鐵板燒的感覺 有一個摸字型 哇 這樣是合法的嗎 這些女方的味道 它這邊的拉麵 就是只有一種 然後這個是有加套餐 有些餃子 或是什麼燙羊雞之類的 還可以加點一些小東西 這裡超酷的 它上面有很多那種手機 自拍棒子 你可以把手機拿給人 它就把你架走 現在放上去的時候 只是在待機而已 所以我就剛才就用Apple Watch 先錄一段影 這個都要收起來 因為等一下要噴火了 哇 會不會被燒到呢 我們的拉麵已經來了 等一下要噴火 哇 會不會被燒到呢 OK 不可以尖叫耶 他痛苦喔 他說要上戰場 他不能尖叫耶 還是我可以看一下 我去整齊 不用湯就可以整齊了 謝謝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超燙 燒完了燒完了 然後這桌子上全部都是油 他馬上拿菜瓜布來刷 他現在拿我們手機一下來了 然後他會幫我們拍照 哇 沖好多喔 沖魔人 就是我 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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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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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進右出嗎 OK OK 真的有燒過的味道耶 炭香味 中秋節烤肉的味道 超級好吃 這應該算我很喜歡的拉麵耶 外面不會有這種炭香味 今天就是有噱頭吃不然還好吃的 因為有的有噱頭也不一定好吃 蠻重口味的 所以會一直會開水 這個碗鞋的日本人靈魂 No lamin No lamin No lamin 這邊老闆非常非常的好吸 他主動問我們說等一下要去哪裡 不然我們寫公車號碼 幫我們做錯 現在呢我們結束了要去 兔子城社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個我最近非常愛用的 就是行動店員 大家之前應該有看過我介紹那個口袋店員 但是出國呢 那個容量真的有點不太夠 所以我最近就用到一個容量比較大一點的 Raport的行動店員 然後它非常特別 可以幫我錄嗎 它這裡有兩條內建的線 就是Type-C跟 Lighting的線 代台用啊太慢了吧 它都已經開兩團了 然後我是看它用 我就說哇 這個也超好用的 真的 然後這裡有兩個線 然後這邊還可以插兩個孔 就是USB跟Type-C 重點是它這個還可以無線充電 所以你可以放耳機之類的 像那個AirPods就可以放在上面充電 所以最多可以一次充五台 然後我剛剛充滿100% 但我現在要來實測一下 我現在手機呢是6% 拍的到嗎 等一下我會正常使用拍照啊 跟傳訊息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12點14分 實測開始 而且重點是他們都有耶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台 對因為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現在幾乎都是用它 出國的時候 我是灰色的 然後它有黑色灰色 我們都是灰色 灰色真的很好看 灰色真的很好看 好看耶 很有質感 而且你看我使用很急 對它真的用很久 出發出發 我們來到了兔子神社了 有兩個門神 右邊是姻緣的 然後左邊是財運 後面一樣有御守啊 或是它有一個板子 然後你可以寫自己的心願 然後就掛在這邊 然後這邊好像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小小的一個區域 大概10分鐘就逛完了 如果有順路的話 我就可以來 但專程來後來可能會覺得 沒有什麼東西 每一隻兔子裡面 都不一樣的籤耶 所以等於你買那個吊飾之外 還可以求籤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的電量跟時間 剛才是12點14分 好像是8%左右 然後現在已經49% 充了40%了 時間剛好也過了40分鐘 所以等於一分鐘一趴 所以如果你要充滿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就可以充滿了 在咖啡廳 或者是在餐廳吃飯的時候 結束我們的手機 就基本上有六七十趴了 如果你是常常出去旅遊 然後一大早出門到晚上才回來 這顆絕對夠用 剛剛是100%嗎 我手機充了40%的電 它還有80% 所以等於它可以整整充滿手機 100%兩次 而且我剛才在公司上面的時候 還在修圖 還在滑手機 如果我沒有動的話 應該會充更快 現在是充了70分鐘 我剛才是12點14 現在是77% 所以真的整整充了70% 好了 幫大家驗證好了 就是1分鐘1%左右 現在這個還有65% 現在疫情比較穩定 大家都出國完 真的建議大家出國 一定要有一台這種 好充的 重點是 它不用另外再充行動電源 它直接插著 就可以幫行動電源充電 所以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以把你所有的手錶啊 耳機啊 甚至它的瓦數 可以供應電腦 然後你就直接插著 然後全部一直充一充 隔天你的充電器也會是滿的 全部都充電充滿帶出門 非常安心 讚讚讚 團購直到5月1號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然後顏色的數量都有限 所以大家呢 要趕快下單喔 我們現在坐公車 來到了清水寺 這個行程呢 是我們要穿和服 人生第一次穿和服 我們有在K-look上面預約 然後預約1點半 我們有點維持到 所以現在趕快過去了 我們是訂這間 他一開始會給你這個袋子 就是要撞你一些雜物 不要帶出去的東西 或是鞋子之類的 我們遇到的店員 他是會講中文的 所以大家來的話 不用太擔心語言上的問題 男生的顏色也很多 我以為他只會有深色 當然他還是有淺色的粉色 跟杏色都有 珍珠不知道好不好 這是外衣 然後跟裡面要選個魚 藍色好看耶 包包藍的感覺 他也可以選包包 然後這是手呢 就這樣拎著 可以帶一些你的隨身小物 有專門的人的話來穿 分紙外 因為要穿什麼 木雞是什麼 剪刀石頭布 壽司狼 呃 呃 呃 超級緊的 而且我剛剛 不能呼吸 我剛剛試圖就是 把那個腰帶往上拉一點 想說顯瘦 不能往上拉 而且他在我的胃跟肚子 擠一個 然後我的肚子一坨肉就對了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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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原本的包包就放著 重要的東西記得 帶到這個小包包裡面 就是護照啊 錢包 手機之類的 我們已經穿好了 然後我是選 有點咖啡色的感覺 火雞選 綠色 你這個綠很好看耶 滿有質感的 但鏡頭看不太出來 有點孔雀綠的感覺 嗯 前面那兩位呢 是穿比較灰色系的感覺 欸這很像你平常會穿的顏色 然後這有點西裝感 很好看 很好看 很適合你 小微是穿藍色加灰色 也滿好看的 嗯 我們好日喔 然後這邊路上呢 有非常多和服店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上網看 要訂哪一間 現在要走去那個 紅色的 清水寺 我覺得滿遠的 因為我們這樣走有大概十分鐘左右了 所以爬到山頂 大概要二十分鐘 然後我們是五點之前就要還這個和服 所以大家要算好時間 因為它是超時一分鐘就要加錢 非常的緊繃 這爬坡超寫的 然後我們進來了 走樓梯上去 OMG 這樓梯是滿漂亮的 天氣很好耶 讚 MARIO MARIO TIME Here we go 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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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到最上面了 非常漂亮 而且它後面是山 然後今天天氣呢 又是萬里無雲 非常的漂亮 這邊非常多人 就是一個商店街的感覺 很像淡水老街 二十九份的感覺 超熱 我把褲子脫掉了 裡面只有內褲 好熱喔 三豐一下 我們剛才拍了一個和服穿越的REELS 大家可以去阿倫的IG看我們拍得超辛苦的 因為我們在太陽下曝曬 對 謝謝大家 有點熱 內褲有點濕 看一下它內褲有沒有濕 你的頻道可以播這個嗎 可以阿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最上面了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進去 但是要在這邊買票 一個人是四百日幣 我們是五點之前要還和服 但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就想說進去走走看有什麼東西 然後順便分享給你們看值不值得進去 蠻好漂亮的 他們沒看很漂亮 櫻花的 這座山超漂亮的耶 樹超多的 我覺得我們進來這個地方 跟外面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裡面都是圓木色 好漂亮喔 出世大黑天 聽說是一個蠻厲害的神明 這邊一樣有賣這個玉手 哇 後面還有耶 很漂亮 這裡很像是那種神隱少女 很空曠 然後有一個橋走過去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樣走過去很像 要去澡堂那種感覺 你們要跑步嗎 喔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福建道河 然後這裡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叫做千鳥居 鳥居就是像上面這個拱門 千鳥居應該沒有到一千個 但真的非常密 如果帶專業相機來這裡 拍一定超漂亮的 好漂亮喔 好漂亮 然後現在呢太陽下山之後 變有點涼了 好漂亮喔 天啊 我覺得這邊蠻值得來的耶 喔很有感覺 蠻壯觀的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了 超累的 我們今天整整在外面待了十八個小時 而且幾乎有應該十六個小時都在走路 然後現在大家都已經累壇了 大家都在睡覺 今天京都一日我覺得很充實 如果你們只要去一天的話 建議你們非常早期 但大多數人都會在京都待個兩三天 然後我們今天是一日行程 就拍我們最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最精華的 我覺得行程都還不錯 除了那個兔子稍微有一點可惜 因為它範圍不大 京都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神社文化的一個地區 所以如果喜歡這種古色古香的可以去京都 現在回來所有的行動電源 然後相機電池 相機麥克風 手機手錶 全部都沒有電了 它已經充到0%了 但是我充了大概兩次多 充到100%了 因為出國一般都會很早起床 然後很晚回家 欸這樣等於我們這個 十六個小時耶 對我們整整撐了十六個小時 很厲害 配給大家看美麗的網 謝謝 配給大家看美麗的網 好啦謝謝你啦 最多呢它可以充五個產品 這是火機的手機Type-C的 我就會插我的麥克風 因為我麥克風今天也用一整天了 再來我就會帶一條充相機的充電線 插下去它就馬上亮了 再來就是無線充電盤 如果你有這種無線耳機的話呢 就可以放上去充電 馬上亮燈 大家有看到嗎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非常足夠 然後如果你是配件比較少的人 你還可以分給你的旅伴 貨量有限 如果沒的話就要預購 預購可能就要等半個月一個月之類的 推薦給大家啦 那今天京都一日遊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哈哈哈哈 跑一下 他說好了 現在是到了是嗎 對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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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